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马尼拉时报 7月31日报道 飞军方表示 不久之前 一架隶属于菲律宾空军的战机在南军郊附近飞行时 机舱内突然响起 拉茨尔的警报声 这表明该飞机已经被闭面导弹锁定 随后无线电频道 内传来了警告趁 要求飞战机立刻撤离 如果不听劝阻 的话将导致严重后果 飞军方趁 仅仅在2017年的下半年 就至少收到了46次无线电警告 全部是在相关岛礁附近收到的信号 尤其是这次在南军郊 中方警告趁 飞战机的行为 威胁该岛礁的安全 立刻离开 避免误判 不久之后 飞机收到了另一条更强硬的警告 飞绿宾军机 我方再次警告你 立刻离开 否则所有可能后果由你方承担 随后飞战机掉头返航 飞军方趁 这无疑充满了攻击意味 据悉 岛上至少发射了两枚照明弹进行警告 并且飞军方确认 岛上的防空导弹已经瞄准了该国战机 据悉 近年来南沙群岛的七个珊瑚礁已经被改造 为了拥有标准跑道的人工岛 部分岛屿部署了大批防空导弹 反舰导弹 此外还部署了预警雷达 电子战武器系统 通过多个部署大批导弹的岛礁配合 能够对周边海域核空 欲进行更牢库的掌控 军事专家介绍 南勋礁隶属于南沙群岛 有三沙式管辖 该礁盘位于正河群礁的西南部 近年来经过填海造路 其面积已经大大扩大 新建的全新的碉堡式公式建筑 并且配备了防空雷达和防空导弹 具备较强的自卫能力 虽然南勋礁目前还没有修建跑道 但随着相关建设的不断推进 未来该岛屿必将是岛礁海空防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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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